2014年9月底 南京拖勒家美食街负责收垃圾的工人 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 在美食街的大垃圾桶里面 连续两天多出了很多熟肉 既然是美食街呢 自然有很多饭店的厨房垃圾 有些熟肉垃圾并不稀奇 稍微大一点的店 一天丢上十几二十斤肉 这也是寻常事 负责收垃圾的几个工人里面 有一个年过五十的老年工人 这个人呢是参加过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军人 战争时呢担任卫生兵 退伍以后老工人回乡工作 后来儿子考上南京的大学 他们老夫妻也跟着来了南京 老人在农村干活习惯了 闲不下来主动的就在附近的美食街 找了一个清洁工的工作 在老人看来清洁工很轻松 每天也就是扫地倒垃圾就行了 等于是锻炼身体 这一天呢 老工人听同事老太太抱怨 说是这两天 不知道哪个饭店 多扔了几十斤肉 好几包 袋子里面撒满了番茄酱 这袋子呀 种得要命 老太太们力气不够 搬不动 老工人心善 主动的就说 我去搬吧 于是 他把大垃圾桶里边的 挤大包手肉用力拎到门口堆放起来 准备等垃圾车来的时候呢 丢掉 期间呢 这袋子包裹的不是很严 掉出了几块撒着番茄酱的肉 老工人随手捡起来 准备塞回袋子里面 突然老工人吃了一惊 咱们前边说了 老工人以前做过卫生兵 对决自卫反击战死的人很多 医院整天收到尸体 怎么死的都有 老工人也真是 什么样子的死人都见过 他仔细看着掉出来的几块肉 越来越吃惊 无论怎么看 这都不像是猪肉 牛羊肉 或者是鸡肉 相反 似乎像是 人的大腿上的肉 一开始 老工人自然觉得不可能 南京是什么地方 大城市 又是省会 怎么可能大街上 扔着人肉呢 这老爷子呀 顺手就把肉塞了回去 转身就走了 走了几步 还是觉得不对劲 他忍不住就走回来 将肉拿起来 看了很久 绝对没错 这真是人肉 老爷子受惊不小 立刻打手机报警 几分钟之后 110赶到 随后刑警也赶到了 南京刑警 深惊百战 他们一眼就看出 这确实不是动物肉 而是人肉 还被煮熟了 我的天哪 这个歹徒 真是胆大包天 他敢在号称 刑警全国第一 著称的南京杀人 还敢将肉煮熟之后 撒上番茄酱 扔在街上 这是要干嘛呀 这不是向警方挑衅吗 经过现场简单分析 法医判断 这是一个女性的部分尸体 根据老公人的反应 前一天也曾发现 这种带子装的手肉 应该是尸体的其他部分 这一下 警察们就倒了霉了 他们赶到臭气熏天的垃圾厂 反复搜索了好几天 终于找到了尸体的其他部分 同时在托勒加美食界的下水道里 也发现了部分碎尸 经过法医拼接 这是大体上一个女人的躯干四肢 但是呢脑袋不僵 根据乳房和其他部位分析 这个女人很年轻 只有二十多岁 身材高挑 双乳丰满 还没有生育哺乳过 这受害女孩的尸体 被疯狂的切成了数百块之多 根据尸体被切割情况来看 歹徒似乎对人体结构不太了解 很多切割属于乱切乱砍 但歹徒显然心理素质很好 力气比较大 碎尸非常从容 很多尸块 还有反复切割的痕迹 同时还有反复解冻又冰冻的现象 这说明 歹徒将尸体放在冰箱 一块块拿出来 慢慢的碎 根据尸块被切碎的情况来看 歹徒至少花费十天以上的时间 反复切割 可怕的是 碎尸全部被高温煮熟 这也吃了 根据尸体拼队的情况 尸体大体完整 也就是没有被吃掉 警方认为 撒番茄酱是为了将尸体 伪装成厨房垃圾 也就是熟肉 用来迷惑清洁工人 正常来说 如果看到碎尸的不是这个老工人 恐怕还真没有人能认得出来 那为什么不把石块 直接扔到长江或其他荒郊野外呢 他扔在美食街上 即便做过了伪装 怎么都会被人看见 穿帮的可能性还是挺大 那歹徒究竟是什么心理呢 警方开始调动监控 可惜歹徒显然是夜间丢弃的碎尸 监控模糊不清 歹徒还做了伪装 戴了帽子和口罩 看不见相貌 能够确定的是 歹徒只有一个人 是一个体型中等的人 不能确定是男还是女 这个线索呀 就终端了 其他的线索呢 抛尸的塑料袋 是每个超市都可以买到的 绳子也是 都没法追踪 这塑料袋上 发现了一个指纹 有可能是歹徒的 但仅仅凭借这个指纹 是没法破案的 根据同犯罪证据库的检索 毫无收获 显然 这个指纹的所有者 没有前科 他之前没有犯过罪 那么 唯一的线索 就是尸体了 没有头颅的尸体 被毁坏严重 又被反复冷冻 争主过 几乎所有特征都被破坏 不过 依靠江苏省公安厅 高超的法医科学 仍然提取到死者的DNA 经验丰富的法医 通过反复验尸 仍然发现 受害者几个特征 是可以确定死者身份的 可奇怪的是 南京全市 根本没有类似的失踪报案 南京警方将侦查范围 扩展到江苏省全省 上海市 甚至南京周边的 安徽东部和浙江北部 南京警方 花费了巨大精力 反复核实 每一个失踪的年轻女性 专案组办案民警 经常一天工作 二十个小时以上 结果是令人失望的 所有失踪女性 都不是这具女失 不符合女士的特征 极少数 还做了DNA 也都被排除了 难道受害女孩 是边缘省份的人吗 明知道工作量极大 南京警方还是硬着头皮 将范围扩展至全国 经过数个月的繁琐调查 专案组仍然是在做无用功 全国失踪女性都被排除在外 也就是说 死者的家属没有报案 这么个大活人失踪了 为什么不报案 不能查清失源 这个案子也就无法侦破 万般无奈之下 警方只能硬寻他法 之前事件说明 死者是被反复冷冻解冻 那么能够冷冻一个人 至少需要一个超大的冰箱 甚至是冰柜 南京警方在全市 排查大冰箱和冰柜的线索 遗憾的是 南京市周边家用电器的销售基地 每个月的冰箱冰柜销量数量 何止数千上万呢 况且有了网络电器商城以后 很多订单根本就无法追查 这个线索也就这样 熔断 现实如此 南京警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始终不能破案 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继续调查受害者是谁 警方最希望的就是 受害女孩家属能够报案 这样从2012年9月 一直等到2014年7月22号 几乎两年的时间 始终没有人报案 2014年7月22号 南京警方突然得到重大喜讯 那么案件有了重大的突破 当天 江苏北部的延城市下属的一个县城 向南京五楼公安分局传来协查通报 说辖区内一对老夫妻的女儿 何清清神秘失踪近两年 这个女孩失踪前在南京生活居住 专案组成员立即向何清清的家人 了解她的外貌年龄和身体某些部位特征 结果是让人震惊的 何清清母亲的描述和受害女孩完全一致 看来受害者基本可以确定是何清清 出于慎重考虑 警方仍然提取了老夫妻的DNA进行对比 很快检测有了结路 被残忍杀害和碎尸的女孩 正是刚刚20岁出头的何清清 得知女儿遇害以后 父母悲痛欲绝 何清清的母亲还算坚强 和警方密切配合破案 她的母亲说 早在一年多前 他们就发现女儿发来的短信越来越少 最后一连一到两个月都不发 电话打过去 女儿也不接 女儿推说心情不好 不想说话 还说叫换个城市工作 到了一年前 女儿的手机就欠费停机了 何清清这个女孩啊 从小性格固执 父母虽然着急 也没有什么办法 发现女儿手机停机以后 父母以为是女儿闹情绪 不愿意和家里联系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两个老人不断向手机里面充值 让手机处于可以通讯的状态 但电话打过去 手机不是关机 就是通话中 几个月之后 何清清的父母再也忍受不了了 他们赶到南京 女儿租住的市中心的一间公寓 房门紧闭 空无一人 老人们失望着回了严城老家 之后每隔十天半个月就来一次 前后来了五六十次 女儿始终不在 到了半年多前 老人实在着急 辗转通过小区保安 找到了房东 打开了房门 房东表示 何清清和他签订的是两年租房合同 目前房屋还有两个月就要到期了 房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居住了 到处都是厚厚的灰尘 看来啊 女儿早就离开了这里 细心的母亲发现 房间似乎不像是搬家的样子 家用电器 日用品 衣服 甚至女儿的化妆品 都摆放的好好的 那么 女儿究竟去了哪呢 整理房屋的时候 发现女儿的身份证 驾驶证 银行卡 首饰 手机之类的 都不在了 看起来 还是可能搬家了 以前的东西丢在这儿 不掉了 火急火燎的老人 决定不回老家 他们续租了女儿的房子 一头扎在南京 连续倒了半年之久 毫无收获 他们用尽办法 甚至调出了女儿电话通讯记录 挨个打过去询问 通讯录中的男人 大多推说不认识何清清 一些所谓的朋友 也不知道她的下落 期间 母亲越来越怀疑 女儿是不是出事了 何清清虽然倔强 也从来没有这么久 不和家里联络 更重要的是 她的母亲 有一次收拾物品 发现在床头柜后面 藏着一个信封 里面有一张银行卡 去银行卡查询 这张卡里面有十万块 根据卡的汇款记录 这应该是何清清的 工资卡 如果女儿是搬家了 最低程度也会带走 所有的钱吧 谁会把十万块钱 丢在一个马上 就要到期的公寓里呢 听了何清清母亲的 这番介绍 警方倒是大祸不解 刑警问她的母亲 老太太 这我可就不明白了 你女儿失踪一年多了 就算可能是搬家 毕竟找不到人 你们为什么不立即报警呢 为什么拖了一年多 这才报警呢 何清清母亲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 欲言又止 何清清的父亲这时候开口 现在还有什么好隐瞒的 警察同志 我们之所以这样 主要是我女儿的工作不太光彩 她从小不爱读书 高中毕业以后就去南京 上海苏州招工作 没几年她就穿金带银的回来 我觉得事有蹊跷 我就问她怎么回事 她告诉我 自己在KTV做服务员 我也一把年纪了 自然知道这个服务员是干什么的 我当时气得差点病倒了 让她留在严城 我们小县城 不允许她再回南京了 谁知道 两天以后她就跑了 我这个女儿心肠特别硬 从小到大 不听我们老两口的话 我们实在管不了 也就没办法了 这次女儿失踪了 我们知道可能是出事 但他们这行啊 经常换地方 经常一两个月 不和家里联系 她的母亲 这时候补充说 警察通知了 我们其实早就在老家报了案 女儿失踪几个月之后 我们就在严城小县城 当地报了失踪了 但我们那儿啊 跟南京不一样 警察效率很低 他们一般不愿意立案 毕竟立案你就得破案啊 他们说手机能打得通 肯定是家庭矛盾 拒绝立案 没办法 我们只好等了两年 根据法律 失踪两年就可以强行报失踪案了 到了七月 这时间就要到两年了 我们那儿公安呢 这才勉强立案 果然南京警方的调查非常不顺利 坐台小姐都是流动的 很少在一个地方待太久 警方先调查何清清的住所 时间相隔太久 何清清的母亲又打扫过房屋 所有的证据早就不存在了 根据警方仔细勘查 仍然发现在卫生间 有一次少量血迹的东西 只是时间太久 已经失去鉴定价值 不能排除是何清清的生理期出血 看来 这儿 有可能就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歹徒杀死了何清清 在这里碎尸 然后抛尸 如果何家当时就报案 警方当时就立案 直接调去小区监控 就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关键的证据 案子很容易就破了 此时小区的监控 早已经没有当时的影像存档 失去了最有利的线索和证据 走访邻居 邻居也表示何清清白天睡觉 晚上出门 和他们没什么接触 根本不了解 对门的一个职业太太认为 她说这个女孩子呀 长得倒是很漂亮 个子也很高 风乳翘臀 长发飘飘 特别会打扮 往街上一走 会迷死不少男人 好像有个男人会来她这儿 说的是一口南京本地方言 我听到过她的声音 没见过人 不知道是她男朋友 还是她亲戚 这个线索 又没了 比较靠谱的 就是走访何清清的同事朋友 距离何清清失踪接近两年 和她一起工作的小姐 早已经四散而去 不知去向 警方花费了很大精力 找到了当年她的领班 根据这个领班回忆 找到了已经转正行的 一个王姓小姐 这个王小姐啊 是南京本地人 现在已经结婚怀孕 听说何清清遇害之后 王小姐毫不吃惊 她说 我知道啊 迟早她得有这一天 警方追问之下 王小姐开始有些害怕 有些东西我是知道 我但是不敢说 现在社会什么人都有 万一她知道是我说的 来找我麻烦 我这刚结婚又怀孕了 不想惹事 警方反复劝告王小姐 这是人命关键 不是小事 何清清好歹是你朋友 现在死得这么惨 你也应该说出真相 为她申冤呢 而且公民有义务 配合警方办案 你知情不报 也是违法 王小姐思索再三 终于开口了 作为关键人物 王小姐提供了一条 极为重要的线索 王小姐说 十有八九 是包养她的那个男人 害死的 这个男人姓乔 是南京哪个国有 大公司的干部 年纪很轻 最多三十岁 他很有钱 还愿意花钱 他们俩人呢 是2010年认识的 没多久就上床了 你也知道 我们是夜总会做台的 逢场作戏多了 什么男人没见过呀 没想到 姓乔的一眼就看上了 何清清天天来找他 在他身上花了很多钱 后来他让何清清别再上班 租了房包养他 何清清呢 就不在夜总会干了 开始做情人 那段时间 他很无聊 经常找我聊天 逛街什么的 他觉得这个男人条件好 对他也不错 想和他结婚 我跟他说过 我说你别傻了 人家有老婆 就是玩玩的 而且人家是干部家庭 在南京有头有脸的 怎么可能娶我们 这样的儿媳妇呢 何清清听了呀 还挺不高兴 他跟我说 你看着吧 我绝对能做他的老婆 后来我听说 他们经常闹 何清清整天逼着他离婚 不然呢 就去那个男人的公司里边 就闹去 这些国有企业干部啊 最怕有桃色新闻啊 这男的呢 就软了 我后来劝他 天比些男人多的事 何必盯着一个人呢 但何清清这个人呢 性格太厉害 就是抓住这个男人不放 我就知道 他们打过好几次架 我又劝他 别把人逼太狠了 别看这姓乔的 好像挺软 逼急了也难说 说不定彻底跟你闹翻了呢 你人才两空 什么都得不到 何清清这个人呢 从来不听人劝 我说了也是白说 大概一年多前吧 我跟他就失去联系了 当时我还有些怀疑呢 是不是出事了 但你也知道 我们这行的人呢 不讲什么感情 今天是好朋友 明天就能翻脸 我打电话几次 给何清清他没接 我后来也不打了 毕竟他也不是我妹妹 我也管不了这么多 那个姓乔的男人 全名是什么 在哪个国有企业工作 这我不知道 但他们那时候经常联系 你们查查 肯定能查到 于是 警方立即调查 何清清的手机 果然有了收获 在两年多前 南京某国有交通企业的干部 乔某的手机 同何清清的手机 频繁通话 那么乔某自然有重大的杀人嫌疑 警方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立刻对乔某实施抓捕 那么乔某到底是不是 杀害何清清的真凶呢 即便是所谓的蜜月期 乔某都感觉到了 何清清性格重的强硬一面 和他温顺的老婆 完全不同 何清清有很强的控制欲和占有欲 从不让步 这一期间 何清清偶尔看到乔某手机上 还有别的座台小姐的短信 就反复追问 不依不饶 又一次 乔某因为应酬 又去夜总会找了小姐 有人告诉何清清之后 他在出租屋大闹了一场 爬上阳台 威胁要自杀 乔某一个读书人 哪见是过这个场面了 吓得手足无作 他同意再也不去夜总会了 这样何清清才破体微笑 没想到 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乔某的内心深处 虽然喜欢何清清 但认为他呀 最多是一个妾 一个情人 绝对不可能和他结婚 何清清却不这么想 他逐步感到乔某为人比较真诚 对人体贴 工作又好 家里又有钱 就想着做他的老婆 两个人认识了一年之后 何清清就开始旁敲侧击 让乔某离婚 乔某这时候 逐步后悔了 2011年 乔某妻子 已经生了一个女儿 面对母女二人 乔某开始有深深的愧疚感 另外 乔某越来越觉得 何清清的性格很可怕 这个人性格固执强硬 颇为暴躁 他经常因为一点小事 大发脾气 闹得不可开交 有一次 乔某有一道菜做的不好 何清清不满意 俩人争吵起来 他一下子就把桌子掀了 还有一次 乔某给何清清洗头发 手中了一行 何清清破口大骂 闹了好几天 总之 乔某觉得何清清 不是一个能做老婆的女人 开始疏远她 何清清也不是笨蛋啊 从2012年开始 他直接了当 要求乔某离婚 跟自己结婚 他威胁乔某说 你不同意 我就去你单位大脑一场 看你还留得下去吗 你爸爸都没面子 乔某目前的地位和财富 都来自于单位 他的父亲和单位 头头脑脑也都很熟悉 如果何清清真的去闹了 不但乔某立马 就要变成普通老百姓 连父亲也会蒙羞 抬不起头来 无奈之下 乔某只能是一次次屈服 真让乔某离婚吧 他没法向父母和妻子交代 他更不可能 娶一个坐台小姐回家 乔某左右为难 如坐针毡 这样 俩人大闹了半年 何清清 看出没什么希望了 开始变了一番说辞 行 你可以不和我结婚 但我跟你一年多了 青春的损失怎么办 你得赔偿我 给我一笔分手费 乔某见何清清 这么说 顿时大喜过望 行你说吧 要多少钱 给我一百万 什么 你说真的还是开玩笑啊 行巧的 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 一百万 少一分都不行 我哪有一百万呢 你这一年多花了我多少钱了 你自己算算的 我现在连十万块都拿不出来 哼 我怪你有没有呢 没钱你去借啊 你一个可以败账的大科长 还愁借不到钱呢 现在我给你两条路 一是跟我结婚 一是给我一百万 你自己选 要是你让我什么都得不到 我先去找你老婆 把咱的事告诉她 看她会不会气死 被迫无奈之下 乔某一咬牙 决定想方设法凑钱 一定要摆脱这个女人 2012年8月 乔某找到合作的包工头借钱 包工头费了承接高速公路工程 自然不敢不借 乔某向一个河南包工头借了40万 又向四川包工头借了30万 稍后乔某将69万分几次打入何清清的银行卡 乔某说 我是尽全力了 剩下31万 无论如何我也拿不出来 咱们在一起这么久 也是有感情的 你别赶尽杀绝 剩下的钱 以后再说吧 听了乔某这番话 何清清倒也没有再说什么 有意思的是 案发之后 何家父母坚决不承认存在这里钱 他们认为这是乔某编造出来的 还认为乔某以未婚欺骗自己的女儿 自己女儿是完全无辜 不图金钱 只图感情 才被欺骗的无知少女 从那天开始 两个人很少联络 乔某心里边的一块石头也放下来 人也轻松多了 虽然欠了70万外债 钱总是可以还清的 况且包工头也不敢向他追债 万万没想到 此时何清清的心里 却又发生变化 做小姐或者情人的 要么图钱 要么图人 得不到人就要钱 一般得到了钱呢 不见得非要人不可 只是何清清这个人 控制欲实在太强了 拿到了69万巨款 自己又有十多万积蓄 他完全可以选择离开 回到老家严城 买个房子 找个老实男人过日子 此时 他又想起乔某种种的好处来 不愿意放手 正巧一次出门 何清清的高跟鞋 被树根绊了一下 脚踝严重扭伤 不能下床出门 何清清打电话给乔某 乔某一接电话 顿时有些紧张 你怎么还来电话啊 我脚受伤了 不能动弹 我在南京没有亲戚朋友 没人管我 好几顿没饭吃了 说着 何清清就哭起来了 乔某这个人啊 性格比较软弱 跟何清清在一块久了 也不是没有感情 见他实在可怜 一时心软 又回到了出租屋 给他送饭照顾他 虽然乔某没说 当天两人呢 又是一切了 于是俩人又开始了 以前的模式 重新陷入孽缘中 不可自拔 何清清还是让他离婚 好了不到一个月 俩人又开始争吵 反而变闻家里 也许因为长期不能出门 何清清变得更暴躁 9月11号晚上 两人再一次争吵 吵得很厉害 直到凌晨才入睡 第二天一早 吃完了早饭 俩人闲聊油价 期间乔某呢 提到妻子的车子 一个月油费就得2000块 何清清受刺激了 你嫌贵 好办呢 你还欠我31万啊 把你老婆车子卖了 还钱给我 那怎么可能呢 我老婆的车子 我怎么能卖啊 俩人又大吵大闹 何清清狂怒之下 抢过乔某手机 就要拨打他老婆的电话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马上告诉他们 我们的关系 乔某一生气 用力抢过了手机 把何清清就推开了 何清清跌倒在床上 觉得被乔某打了 你打我 我告诉你 你打我 我就去打你老婆 以前有个小姐得罪我 我就找人 把她打进医院了 我马上找小霍霍 去打你老婆 连你女儿一起打 乔某知道 何清清什么都做得出来 极度恼怒之下 又将她推倒 何清清挣扎着要起来 俩人就撕打起来 乔某一怒之下 一把卡住了何清清的脖子 不让她动来 被打之后 何清清也在那怒吼 你有本事就把我打死 不然我跟你没完 听完这句话 乔某是心仇旧恨 涌上心头啊 他认识何清清 不过两年时间 先后花费了近百万 关键的是 乔某自认为 这么照顾她 对她这么好 她竟然丝毫不感动 一再的往绝路逼她 对于何清清的性格 她很了解 她是无论如何 不会善罢甘休的 即便给了她一百万 恐怕还得再要一百万 还不如真的将她打死 一了百了 乔某热血冲头 恶魔上身 她不顾一切的 卡住了何清清的脖子 用尽全力 何清清才知道危险 可是已经叫不出声了 只是从嗓子里面 嘶哑的叫了两声救命 看到何清清两眼血红舌头伸出 乔某有些心软了 那么 这一次乔某会放何清清一条生路 乔某在和何清清的一次争吵之中 热血冲头 恶魔上身 不顾一切的 就掐住了何清清的脖子 看到何清清两眼血红舌头都伸出来了 乔某有些心软了 手松了一些 可转眼一想 到了这种地步 不是你死 就是我死 她狠下心来 最终将何清清活活掐死 几分钟之后 何清清不动了 呼吸也没有了 乔某这才松手 他死了 下面该怎么办 报警自首吗 不行 报警的话 就算不是死刑 也得做一辈子劳 乔某活到现在始终养尊处优 哪能去坐牢吃苦啊 这还不如死了呢 干脆自杀吧 他到厨房拿起菜刀 想要割腕 想起妻子和刚刚一岁多的女儿 他又下不去手 他一死 还不会说话的女儿 就没有爸爸了 乔某想来想去 决定掩盖这一切 如果 下面被警察迅速抓住 也就认了 不然的话 能多活一年十一年 至少可以多照顾一年女儿 如果说之前乔某的所作所为 都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好色易怒的男人 他后面所做的事 就完全不同了 乔某后来供述说 既然已经杀了人 我反而冷静下了 反正最坏的结果 不过是死 乔某当天要和同事去山东出差 已经订好了火车票 显然这不能干 不然很容易暴露自己 何清清的尸体怎么办 此时是南京的九月 天气还比较炎热 等出差两天回来 尸体腐烂的臭气 恐怕全楼都会闻到 他冷静细致的计划着一切 他先去门口的一个电器城 要求购买一台大冰柜 营业员表示 没有现货 最快送货也得两到三天 乔某哪能等这么久啊 他就借口说 自己是开便利店的 急需要冰柜冻雪糕 于是将唯一的样品买走了 本来样品是没人买的 营业员自然也愿意买掉 当天上午 冰柜就送到了何清清出租屋的门口 乔某将尸体塞入浴室 和工人一起将冰柜搬进了客厅 其间他表情轻松 还和工人抽烟聊天 工人走了之后 他立刻将尸体塞入冰柜冷冻起来 他出差需要一天的时间 不知道冰柜究竟能不能彻底冰冻尸体 不发出臭味 细心的乔某竟然还买了一些除臭剂 塞进了冰柜 随后乔某中午和同事离开南京去了泰安 第二天下午返回南京 后来警方调查这个同事 同事认为乔某出差的时候 表现绝对没有异常 根本不想杀了人 出差的路上 乔某已经想得很清楚 冰柜不可能藏住尸体一辈子 一旦房东回来 或者何清清父母找来 就会穿帮 必须碎尸之后扔掉 单纯碎尸成几大块 恐怕很快会被人发现尸体特征 最好是碎得越小越好 还得煮一煮 何清清的出租部 地处古楼区闹市 一旦蒸煮尸体 那种怪味 马上就会被人发现 必须转移 在南京比较偏僻的拖勒家街区 附近的翠平东南小区 乔某曾经租过一个房子 当时是老婆怀孕 她租给丈母娘和老丈人 来南京临时居住的 现在还没有到期 这个小区人不多 方便碎尸煮熟 于是她先去旁边的超市 买来了斩骨刀 锯条 垃圾袋 保鲜膜 大包等物品 随后 乔某回到何清清 在市中心的公寓 将已经生冷 速冻硬邦邦的 何清清尸体取出来 切成了几大块 乔某是理工科男 对人体结构不了解 根本就是乱看乱聚 毕竟年轻力气大 搞了几个小时 终于还是搞完了 期间尸体解冻 一些血迹 留在了厕所里 随后 她将尸体 用保鲜膜和垃圾袋装好 装在大包里 分三次打车 运到出租屋内 打车期间 她神色正常 毫不慌张 司机也没有任何怀疑 在翠平东南的出租屋里 乔某开始准备 继续碎尸 她买来高压锅 蒸锅等餐厨用具 将何清清 已经分成几块的尸体 继续切碎成几百块 并且不断争住 让警方震惊的是 碎尸本来应该是 越快越好 以免被人发现 但乔某连续搞了 长达两个多星期 显然 这是极端异常的 随后 乔某的做法 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碎尸 抛尸 应该往人少的地方扔 但乔某 居然将主兽的尸体 浇上番茄 酱 酱油 扔在了附近 托勒家美食街上 伪装成饭店的肉类垃圾 更令人震惊的是 乔某竟然没有丢掉 何清清的头颅 通过争住 头颅变成了头骨 他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 竟然决定将头骨留下来 但是 头骨里面的脑子 会腐烂发臭 一样会暴露 你们猜猜 他竟然撬开了头骨顶部 取出脑子 敲打期间 头骨沿着人字缝 裂成三块 下额骨也脱落了 他竟然不慌不忙的 重新将头骨重新拼好 他没注意的是 下额骨上有一颗牙齿 掉在地上了 后来他胡乱打扫房间 将牙齿和其他垃圾 扫进了下水道 随后 乔某将这个头骨 连同何清清的身份证 驾驶证银行卡 一起放在一个小保险柜中 虽然明知道银行卡里面有巨款 但他不敢驱动 何清清的账户肯定会被监控 他不想自寻死路 不过 他卖掉了何清清的一些值钱的手势 弥补自己的一些损失 乔某想将头骨珍藏起来 但他自然不敢放在自己家里 于是呢 他又找到一个包工头朋友 说是有一些重要文件要寄存 于是 他把这个保险柜 寄存在包工头的家里 没人有打开的钥匙 自然也不会有人发现真相 之后 乔某伪装何清清的语气 连续给何清清的母亲 发了几个月的短信 说自己心情不好 要去其他城市 随后 乔某买了一个不记名的手机 不断给何清清的手机打电话 导致欠费停机 这边 他将所有作案工具丢弃 清洗两处碎尸公寓的地板 然后又将冰柜 卖给了一个收废旧家电 让人震惊的是 何清清失踪之后 何母曾经根据他的手机通话记录 挨个拨打询问状况 乔某接到电话之后毫不紧张 叔叔阿姨 我是清清的好朋友 你们不要着急 应该不会有事的 不行了 你们就去公安机关报案吧 因为最后那句话 何清清的母亲对乔某 没有丝毫的怀疑 乔某交代之后 警方去包工头朋友家 提取了那个保险箱 打开保险箱里面就是何清清的头骨 包工头朋友知道自己全家 竟然陪着一个骷髅住了两年 吓得瞠目结舌 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翠平东南出租部的下水道里 警方搜寻几天 终于发现了何清清的那颗牙齿 根据乔某交代 又找到了被卖掉的何清清的手势 由此乔某杀人随时案 证据确凿 本来乔某如果杀人之后自首 属于激情杀人又是感情纠葛 按照今天的法律 有可能不会被判处死刑 但他杀人之后 又选择了碎尸抛尸 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最后我们再来解答一个 之前提出过的问题 他为什么反常的将尸体主兽之后 丢在人来人往的美食街上 而又把头骨收藏起来 不扔掉呢 其实啊 之所以碎尸城那么多块 主兽丢在大街上 更多的是出于仇恨 因为这个女人 让他成为杀人犯 美好的未来 甚至生命全都没了 古语说过 碎尸万段当街市场 他把何清清切碎成无数块 故意扔在街上 其实就是一种病态的血分 那么 为什么他会留下头骨收藏呢 谁都知道 头骨是最可怕的证据 一旦头骨被发现 乔某也就必死无疑 其实啊 我还有一个疑问 不知道曾经冷冻 何清清碎尸的冰柜 又被谁买走了呢